直至6月底,本國非農就業人士的平均周身比去年同期上升3個百分點 這個數字輕微高過通脹率,今年7月底的按年通脹率為2.7% 統計局指出,平均周身增加並不是因為工作的時間加長 6月份,加國人每週平均工作的時間為32.9小時 和去年同期一樣,而且平均每週工作時間已經連續3個月沒有變化 全國所有省份的平均周身都有上升,亞省以及卑斯省的升幅最高 亞省6月份的平均周身為1,041.45加元,比去年6月份上升5% 鮑�TV洪嘉倫報導